我们继续关注两人的比赛啊 目前比赛是来到了双赛点啊 最后的决胜局 看一看最后的赢家会是谁 两个人在2023年斯诺克天津棍赛上 也是较量一番 最后张达以6比3战胜丁宁慧 走进了半决赛 也是打败了奥查利文进入决赛 最后也是战胜了汤姆福德 拿到了国锦赛的冠军 也是自己的首胜啊 首冠 好咖啡球又上顶带 好打进 左下底 单独的这一颗红球 看看中场台高杆能不能打进 诶 失误了 失误了 好像右下底大留了机会给到张恩达 嗯这样高杆去一库弹起来去叫黑球啊 好位置不错 这样低竿吃一库弹回来直接去叫单独的这一颗啊 选择单叫 打完这一颗低竿向下一滑啊 稍稍一走就是可以叫到黑球 最好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啊 嗯角度不太好 这样应该是选择单叫了啊 不去带红球堆 嗯单叫 嗯右下底带红球堆啊 单独的这一颗 高杆去走啊 高杆去走的话去叫黑球 滑到黑球右侧 嗯稍微的顶了一下 红球堆 但是没有带伞 嗯 这一干应该是要炸球堆了啊 嗯 低竿 好 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像不太满意 嗯 粉球最右侧这一颗啊 看一看 左上顶带可不可以尝试进攻 漂亮 非常准啊 张尼达的稳定性非常不错 嗯 黑球啊 低竿 去吃一裤 嗯 选择了转交两裤 也行啊 最后的落点都差不多 去叫左下底带 32 嗯 也是白球向下走啊 33 好 交到黑球 打黑球的话 嗯 低竿一裤弹起来 顶一下 红球 但是力度是小了 小了以后也没问题 右下底带应该是可以连接的 嗯 高竿去走啊 高竿去走 去叫篮球 嗯 好吃一裤弹回篮 篮球 有一个稍微向下的角度 轻轻的一点啊 左侧的中带也是可以连接 好 不错 这样左下底也是可以有下球的啊 看看张达选择打哪科 好 选择左下底带 去叫黑球 嗯 转交两裤下来以后啊 好 非常顺利的叫到黑球 好 顶一下 借停以后 左下底带直接连接 啊 54 连打带K啊 打左下底 顺势要退一下上方这颗红球 嗯 就是这个意思啊 粉球应该是可以连接到右侧的中带 嗯 没问题 打进 右下底带 左侧中带啊 都是可以有连接点的 61 选择进攻右下底带 嗯 一酷啊 一酷起来以后 叫到篮球 一个向下的角度 看看能不能顶一下 红球队啊 将这三颗球给带散一点 嗯 力气小了 嗯 或者说 他是故意的选择 左侧中带的单轿啊 68 嗯 选择弹架 但是这三颗红球早晚是要处理啊 73 目前台面还有59分 已经是完全超分了 74 没有什么悬念的话 这局 张达获胜啊 完成晋级 好 底库起来以后 两颗球的距离很近啊 需要找一个发力点 82 还不错 顺利打进 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89 嗯 继续右下底带的连接 台面的最后两颗红球 但是没有打进 好 封锁张达完成晋级 打败丁俊辉 好 好